曲子是一个比较短的 我刚才说了 但是它也是遵循着古琴 它的这种非常经典的这种结构 两头是梵音 中间是主旋律 暗音散音的这种 但是跟其他的比较大的那些古琴曲 比如说像长眠院啊 什么或者中等的曲子 像《评沙落雁》啊 这个曲子没有说慢起见快 这个环节 它基本上一上来就入拍 所以开头它的拍子 就是比较规整的 而且开始的速度也不是很慢 就是基本上一分钟六 是拍的这样一个速度 好 我先把开头的这一段 弹一下给大家听一下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降低调 就是这个吴义军的这样一个曲子的 一个特点 这个吴义军的这种 就是这样一个开头 好 大家看一下 指法是很纯正的 就是跟古琴的这种用指的这种传统非常一致 比如说第一个音就是用中指 中指取音 后面大部分同样位置的音就都是用实指了 那跟我们那个练习曲练的是一样的 第一个音 中七勾二 这是一个脚音 好 后面就是十七挑四 十七勾三 好 后面 大七拖七 听一下这第一小节 好 好 这个脱七完了以后 后面有一个绍西 大家看了 所以就意味着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语气的这种结束了 这个地方要pause一下 这里是一个逗号 这里有一个逗号 后面才开始 这里面那有一个符号 叫吉利五六 大家看第二小节的最后一个简字字符 上面那个是吉 吉促的吉的简字 所以它是吉利五六 其实意思就是 就是五和六两个练得很紧呗 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所谓的吉利五六 挑七 然后吉利五六 好 我们开头 我们不要开得太慌 我们先把这一句弹一下 这到这里也是变成一句了 如果前面那个绍西 是一个逗号的话 那这里可以画一个小小的句号 这样一个 好 好 我们弹来听一下 勾四 轮指 勾四 然后轮 轮了以后再勾四 大家注意这个节奏 轮指的 这三个音呢 非常的密集 这三个音之间是等句的 非常的密集 那么 轮指的第三个音 是第二拍的 前半拍 第二拍的后半拍 就是 借着右勾四 所以是这样一个 如果我在用脚打拍子 就是这样的 好 所以那个勾四 是在第二拍的后半拍 然后接着 勾五挑六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个 挑六 就用同选保留纸 勾五 保留纸 就到了六上面 挑六 用同选保留纸 后面 又是中七 勾二 下面这个 大七 拖七 好 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 拖音 到了这儿 又可以画一个逗号 我在五线谱上 写了一个 延长音的符号 好 后面这一句 就可以重启一句了 在这个地方 可以喘一口气 是挑三勾一 十七挑三 中七勾一 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负点 是 所以下面这个 大七拖七 是 是半拍 是在一个起拍上 这地方 那么 大七拖七 结束以后呢 就可以把保留纸 放到一旋 去挑三勾一 好 这个地方 勾完一以后 现在是 大七拖七 中七勾二 好 马上 就是大七 P七 好 这个地方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以前老是说 一用到大指的时候 比如说什么 就用到大搓啊 或者拖啊 P之类的这些 就是这个 夹角变大 然后马上就要夹角变小 这种情况 来回变化 是在于 你变回来以后 后面还有较长的一段时间 是维持那个夹角的 但这个情况下 现在不属于这种情况 因为 你看 拖七勾二 P七 勾二完了以后 马上就要又用到大指 去P七 这种情况下 这个勾二 就不需要完全把这个角放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勾二呢 可以用一个 这个 夹角比较大的 这是可以的 那我就没有把它放下来 我有 因为我意识到 我放下来以后 还要马上就要抬起来 这个是看起来会 更别扭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要变通一下 也就是说 中七勾二这个音呢 我们不是用勾二 最通常的这种 非常放松的 这样一个角度 而是为了 后面那个P七 比较方便 我们就是在这个 角度比较大的情况下 做了一个比较 全移 这么 这么变化来的 这样一个勾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 拖勾P 你看我中间这个勾的时候 勾的时候并没有把它放下来 这是可以的 因为后面马上又要把它支起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短的这种 中间只有一个经过音的这个 这个勾的情况下 就不要做这个 这样看起来反而 反而啰嗦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勾就作为一个passing note来处理 就是跟两边的这个胳膊的姿势保持一致 并不强调它 它只是一个经过的这么一个音 好 现在要放下来了 因为在后面就再也用不到大指了 所以后面的这个十七勾四 就不能再这样了 这就没有意义了 这要放下来 变成一个非常relaxed 这样一个很小的角度 好 勾四 好 结束以后 把保留纸放到三弦 立六五 挑四 勾三 就是这样一个 好 我把这一句 再完整的谈一下 大家看一下 可以谈的慢一点 不着急 好 好 这是这一句 这就是第一段 那么第一段是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还是一种 那么中国的这种 不管是诗歌呀 还是音乐呀 都有那种 情景交融的那种感觉 它这个春晓 所以这个也是 有点像 感觉是像大自然 描写大自然一样 但其实也是一种 一种 一种 人 这种内心的 这样一个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最后都是有景 即情 那 所以那么前面这一段 犯音呢 就可以是纯粹的 大家想象成是一种 写景的东西 那后面就开始 大家可以是有点内心的 这种 内心 独白的这种感觉了 是开始有大量的 这个小撮 大量的这个双音出现 而且第一句是 它在第二段 是有点慢起 我把后面这一句谈一下 就是这个这种感觉 先谈一下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前面是一分钟六十拍 但是第二段开始的时候呢 一下就慢下来了 慢下 慢成了一分钟四十拍 但是呢 很快它这个速度又 又又赶上来 又恢复到原来的六十拍了 但是一开始呢 是有点感觉有点 有点拖沓 或者是 或者是就像刚起床 然后 还没有完全清醒 这种那种状态 把这个过度谈一下 我就从 泛音的最后一句开始 是这样一个这样一种感觉 后面这就开始 是歌唱性很强的 歌唱性很强的一段旋律了 这是第一拍 那么 这个曲子有一个特点 我想我在最后的那一页的 习曲子要里面也有写 就是没安排的曲子呢 经常是把那种状和银脑旋律化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状 你感觉通常的状是这样的 这个叫状 这个叫状 这叫状 可是呢 没安排的曲子 经常是把这种状旋律化 它不是弹成 它是弹成 它不是 它把这个状呢 给旋律化了 其实大家最容易理解的就是 你看到这种状 有时候你就把它弹成进覆就好了 就弹成 而不是 就是这样 这是没安排的一个特点 它经常把状 还有或者是甚至银 也旋律化 那种一个比较大的这种银 比如说 就这样 那没安排经常把它弹成 就把它旋律化了 就变成了很快的进覆 那种感觉了 这个在没安排的处理里面 比比皆是 所以这个地方呢 当大家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古琴里面会有那么多 不同的派别 就是这种处理不一样 就像那个京剧里面的成派 跟梅派就差别很大 那这个就是 那我学的 我跟老师学的 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就是按照我现在这个谈法 那普子上写的 明明写的是状 那老师就是告诉你这么谈 那么后来呢 我再去听 更前辈的录音 听徐立孙先生的 谈的录音 再听或者听陈新元 这些老一辈 琴家谈的 确实也都是这样 所以说不定 他就这样一脉 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人家就是这么谈 所以就 大家不要去纠结这个 为什么壮 在这儿谈成这样呢 这是梅派 把壮 旋律化的这么一个 一个体现吧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有点像 进负了 那么既然是进负呢 音位就很重要了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要在那儿做一下笔记 这个状 实际上就是有点像是 进七六负 要进到七回六分 再负 进七六 进七六 而且把这个 还要比较 把这个走音的过程 还要比较强调它一下 好 后面明时掐起 大酒宴 好 这一小节要弹好 因为后面 就是同样的这个执法母题 会来来回回的老用 来来回回 经常老用 就是非常旋律 非常有歌唱性的这样一个东西 好吧 这个是焰 掐起 然后再焰 好 后面 又是借着一个小撮 五三小撮 三弦 是一个散音 那么五弦是哪个呢 五弦上面是空的 没写 就表示铜钳 所以五弦 所以五弦就还是大九 因为它前面的一个 左手执法是大九焰 所以这个地方 五上面空着 空着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着是铜钳 所以这个地方是大九五散三小撮 大九五散三撮 也是这样 好 那个五上面是大九 大指代 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吴义军 吴义军的执法的这个位置变化 我们在中吕军上 五弦都是八灰半 现在吴义军 五弦不是八灰半了 是九灰 好 这个地方 又是一个状 那么实际上又是一个进负了 这个就是要进到七九负 在五弦上是七灰九分 这个也是跟中吕军是不一样的 中吕军上五弦上是七灰六分 吴义军上五弦上是七灰九分 那么它是一个进七九负 然后再上七九 所以它是 好 这个小节 我们练起来 不用着急 所有的这个所谓的状都是进负 都要有一定的音位 都要有一点音位 我希望大家已经把我刚才说的那个 进到什么负的那个音位都记下来了 要把那个状字 就是在旁边标注一下 前面那个是进七六负 后面这个是进七九负 好 好 后面 大八半七三五小撮 那么我的记谱法里面小撮就不写那个早了 我都是画一个十字 画一个十字 十字的下面写玄号 上面两个肩膀是写那个灰号 大家没有什么疑问 这是我记录那个搓的这个技法 因为那个早字可以更简化 因为我们 因为我写的有些曲子太复杂了 连写那个日字 把那个早字写上都觉得会挤得慌 挤了那个我写其他更有用的东西的那个空间 画一个十字就足够了 好 后面这儿 大八半七三五撮 这个是进七六负掐起 好 大家看这个 这个手要张得很大 因为你这个地方是要用 无名指的关节 用无名指的关节 去按七弦 掐起 后面 明十六 散三 搓 前面要用关节 这样子后面这个 无名指的指端 就是覆盖在六弦 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戳 回来一点 按六弦 跟三 跟三弦的散音 马上就是一个焰 大九焰 好 后面 四七 小错 四上面什么都没有写 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吧 是什么呢 大九 大九 大九四 跟散 散七 是这样一个音 咽下去以后 马上这个大指就要移到四弦 掐起 这指法写的就是很妙 这样一刻 好 我们就是 先谈这两个小节 这两个小节呢 谈的 可以谈的很慢 很慢的 因为这个 第二段就是 从慢 感觉从睡梦中 醒来 然后 有点慵懒的那种状态 慢慢的才开始 好像恢复 完全这个清醒 然后或者是 才会走到这个楼上出去 看欣赏这个满园的春色 就是 是属于这样一种 玉楼 古代这个玉楼 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 女孩居住的 或者少妇居住的 这样一个 女性的这种楼 才叫玉楼 是 所以这个 应该是 跟 就是有这种 有一种 商春的这种 这种 含义在里面 玉楼春桥 好 这两个小节 我们连续的谈一下 大量的用搓 一共有四个搓 大量的用搓 大量的用掐起和焰 是这样的 中间还夹杂了 这种走音 就是旋律化以后的 这个状 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个 很旋律性很强的一个 好 这两个小节 我们 这两个小节很关键 因为把这两个小节 谈好了以后 后面 就 基本上 没有什么新东西 就是这种 类似的 执法的这种 在不同悬上 不同挥位的 这种组合而已 好 这两个小节 有问题吗 对 那么 弹得很好 从这个六三 到四七的转换 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 很顺的一个转换 六三 六三完了以后 中指 在四旋 十指 在五旋 这时候再换成四七 只需要移十指就行了 右手只需要把十指 由五旋 移到七旋 那么 左手呢 就只需要把这个大指 移到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看 这个 这个 这个转换 每次都 两只手也是 每只手都只需要移一个手指 都有其中一个手指 都已经就位了 看上去 动作很少的 就是这样一个 好吧 大家把这个理性化以后 就知道 我哪个手指需要动 哪个手指不需要动 这样子 你动 就只需要 只动那个需要动的 那个手指 就够了 这种 看上去 指法就非常的干净 非常有效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 好 这个呢 我并不 我并不 并不赞成 就是这个 前面那个掐起 用关节 我并不赞成用关节 就是在四旋上的掐起 用指尖好了 虽然后面一个 确实是 明指要移到三旋 所以 这个地方 请大家标记一下 前面那个掐起 四旋上面的明石掐起 就用指尖 那么后面 明石 在三旋上 就需要把这个 无名指移一下 指尖从四旋 移到三旋 这个地方 不要用 截端转换 不要用那个 无名指的关节 按四旋 什么指尖 按三旋 不要用这个转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小撮 小撮 不光四旋在发生 七旋还有一个散音在发生 如果你那个四旋 用关节的话 这个无名指就要躺平 躺平就很容易碰到 那个正在振动的七旋 很容易碰到它 可以试一下 就不要试了 干脆就不要试了 Just trust me 这个地方 都是用指尖 就是要移动手指 我们不去节省这个 这个速度很慢的 不需要去节省这个过旋了 就是全用指尖 来按四旋 再移到三旋 就是了 保持这个无名指的弯曲 这样就不会试碰到 正在振动的散音七旋 好吧 好 所以这个地方 用指尖 移过去就失了 没关系 那边有大量的音 所以你不会出现那个get 不会有这种断的感觉 即便你按音 中间有一点段 但是那个散音 早就把中间那些都给弥合了 没有关系 所以就是 就好了 好 三五 就把这个移过去 明十三 散五 小撮 小撮 先加一个退复 再加一个进复 退复 退到哪呢 可以记一下 退外 退到灰外 大概就十三挥 一分的这个位置 再复 再复到这个十挥 好 再加一个进复 进到哪呢 进到九 所以这个练起来 我就先不弹那个搓音了 不弹那个散音的五了 这样子大家可以听得清楚一点 一个退复 再一个进复 再一个进复 这个 咽九 好 加上这个小撮 加上这个五弦的散音 好 但是这个节奏呢 比我刚才弹的还要再复杂一点 退复那儿有一个复点 所以它并不是 所以它并不是 它是 退复 灰外的那个音是很短的 石灰的那个音是四分之三拍 灰外那个音四分之一拍 再复到这个石灰的这个音半拍 再进又是半拍 再复到石灰又是半拍 然后焰又是半拍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复点 有一个四分之三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 它的节奏实际上是这样的 好吧 再听一下 在那个退复 这个地方有一个复点 好 加上这个五弦的散音 好 后面这个音 不好弹 后面是 马上要鸣 十八 入挑五 保留指还是在四弦就好了 因为小错完了以后 保留指就转到了四弦 好 现在就 临弦 挑五弦 挑五 代起 好 后面 马上就是 鸣十四 散六 搓 可以听一下 这个 这个地方是整个曲子里面最难弹的一个地方 主要就是 鸣十八 助挑五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太好弹 来听一下 因为那个地方是从焰 焰完了以后 马上就要抬起来 再去做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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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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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